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咱近些年来感觉上似乎形成一个什么默契 就是说经济的罪不判死刑 但是郑小鱼为什么判死刑 你看有的说了 说是什么 这表示中央决心 怎么怎么着 对反腐的决心 但是我觉得这话 你那不是说量刑也按照中央的决心走了吗 不是 他按照刑法 他确实有 这个肯定不会瞎判 他一定是符合法条的 而且我想这种案子一定是非常严格的通过审判委员会 走到严格的程序 一道都不能少的 所有的证据都是可定可毛的 但是我看的也有外面报道 也觉得为什么判这么重 是不是因为国际影响 这奥运前一年 就是我们出口的食品里边 药品里边也有出事的 有一种我看就是一个什么 给那个犬物吃的那个狗食 比如说里边是用了我们中国出口的一种是大米提纯的还是什么小麦提纯东西 有害的物质进去了 有机化合物 然后结果死了好多猫和狗 最后就要在美国就闹起来了 那么当然就影响中国的这个形象的出口的东西形象 所以就是一系列这种事件之后 为了国际影响要众判 表示政府确实有决心打击这种物法官员 所以我们有一领导 我觉得他说的还有道理 他说就是丧尽天良 因为就是食品药品 坚守自盗 这种而且你是局长 我跟这郑小鱼也熟 不是熟 在电视上熟 我讲过他的案子 你知道他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叫窝案 这整个踢了康朗 他这就属下一堆下马的 不是有那个告他的吗 他推他引进 说西方引进GMP药品质量认证制度 结果最后你这个搞成什么 就是好多好多药厂里专门有一个科研部门 这科研部门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药 比如说把青霉素改变包装 改变成分 改变剂量 改变一点点成分 又当成一个新药 往上报 有一个告他的叫高醇 曾经在电话里跟郑小鱼还对对骂呢 那郑小鱼说你第一神经病 他就在电话里说郑小鱼说你第一贪官 就到这程度 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就是比如新药注册中心 当时郑小鱼在任的时候 全是等着送钱的 就是钱送进去 人才招见你 这真是那衙门口朝南开啊 有礼没钱 什么别进来啊 而且这么明目张难 我觉得还是不可置信 因为在我在美国住的那些年里边也听到不少就是药品公司和医生之间有交易 比如通过打点医生请他们吃饭送礼什么等等把他们自己的药品推到医院 那医生可能就开药方时就订他们的药品而不订其他公司 但是这属于还在合法范围之内 这各国都有这种现象 但是就是相当于一个联邦政府的 比如说美国就叫FDA嘛 就是食品药品公司的最主要的官员能够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 然后底下养了这么一堆不法的官员通过这个来获取暴力 我觉得这在美国这种制度还是不太不能想象 没听说过FDA的臭文 FDA是吧 美国叫FDA 中国叫SFDA 然后在2004年一年之内 就是美国的FDA受理的新药 你知道多少宗吗 148 同一年2004年中国的SFDA 你知道受理多少种 109种 109种 这跟美国怎么比 每天30多种 所以食品药品这两项 那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用的或者说都必须用的东西 那么现在就这种医疗这种情况是大家深恶痛绝的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 就是从你像我是从小在医院长大的 现在一进医院也一门不门 就什么也都弄不清楚 什么药也不知道 胃疼了以后 那回我吃了一个药 好几十块钱一盒 我吃了半天 就是我小时候一块钱一瓶的胃书瓶 没别的 就那名给改了 价钱就上去 我也是 但我女儿看病买过很多特别贵的 最后一打听 根本就是特别简单的感冒药 所以我觉得国家在 尤其是药品 尤其是药比食品还高一等级 对吧 药是救命那个东西 对 对吧 你这个如果说质量上没有一个 严格的质量保证 如果允许他成天换腔不换药 这大家确实受不了 你说的那个就是钟南山的感受 那有名那个院士 钟南山就说 说我到医院去查房 那个年轻的医生 我每个月都听到一大堆新的药名字 他说我是不是该退休了 我怎么都这么不了解最新的形势 到后来一打听 全是同样的药 都是改头换面 都是 比如我在美国看病的时候 医生会也会告诉你 有不同的药可以给你开 有一种就叫 就是这种本药 就是最低价格的 也有一些他会告诉你 这个这方面效果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 他有责任要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不一定要买那个药 而且再加上就像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他一年只能批这么多种 而且他有很严格 他肯定有透明度 比如FDA的网站 你可以去查他怎么 他的程序是怎么回事 有一个过程 你不能光设一个橘子 然后这橘子整个是一个黑的 谁都不知道他在里边在干些什么 但是问题是 你就是去查 我觉得我要去查 我也看不懂 全国牙房组 这不是出事了吗 现在广告上 全国牙膏什么的 我去查 这些是属于专家 科技的东西 咱俩看不懂 你比如说我昨天看资料 我才闹明白一个 整天在电视广告上看 那算够权威的 I什么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 我一看好 现在在中国 这玩意儿其实都是个 一手交钱 一手交正的买卖 认证 你刚才说美国 我最近看一个什么 波士顿环球报 就讲 当然它海外媒体 对咱们都是经常 意美之词 不是 说是食品恐慌 有助于中国的 新生的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 他说最近中国 你比如说吃鱼会闹癌症 什么吃蜗牛 会得个什么盐 吃奶粉 没准把孩子给吃死 所以说新兴的 就据说 现在经过认证的 咱们的有机农业的面积 占全国的农地面积 才1% 但是就这样 他这报纸怎么说 他说 但是这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 是认证标签的问题 因为好像说 非污染食品 绿色食品 这些其实都不是 他们说的这种有机食品 所以人家报纸上 你看 说这么一句话 咱听人也挺不是滋味 说在一个以仿冒手袋 盗版电影而闻名的国度里 假冒标签成了 有机食品供应者的头疼问题 对认证标签的不信任 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大问题 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该信什么 我觉得还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源于我们的这种惩罚制度不够 你比如押方组这个问题 到现在咱们也看不到什么惩罚 如果你惩罚非常严重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组谁批的 卫生部批的 卫生部就应该有人以毒职处理 很多时候就遏制住了 这样说你就会赞成这次判死刑 你觉得是 我觉得 我觉得从法律的层面上 我是不同意判死刑 我觉得应该是对 你不同意判死刑 一个是对等原则 就是生命刑生命法 对 就是你侵害别人生命 那我就拿你的生命说事 这是我同意死刑 如果是财产刑 就应该是财产法 这食品药品 怎么扯到被存在死刑之争了 去广告 我们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说 郑小鱼这事牵涉到认证 我就觉得 从这事我就觉得 他们说中国社会 这问题那问题 我觉得特别关键一个问题 是名与实的问题 有几个享有名声的人 他拥有名声下边的实际 你就看你周围的人都知道 你不但不是别说 你们这学术界 好像说泰山北斗 我们学术界 我不是学术界 对 动不动 就泰斗 甚至于电视上卖壮阳药的都出来 泰斗 我就说孔子说的非常对 正毕 正名乎 什么叫泰斗 泰山北斗 我那天想 我琢磨着谁算泰斗 姑娘 牛顿 爱因斯坦 差不多 哪怎么中国现在一堆泰斗 你看我举个小例子 是说你见件事情 最后你最后搞到语言就乱了 教授 咱现在也打个疑问 对吧 他是教授 官员说的话 我也很难相信 甚至说电视说的话 我也不信 报纸说的话 我也不信 我根本就不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因为情报不准确 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就是人家这个报纸不也说 我信什么 你认证机构 就没一件事你能相信的 首先像这种认证机构 它本身是一科技活 结果变成是一道德活 这就比较难弄 它本身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 因为压房组 它那个东西也是吧 它怎么去科学的认定 结果它掺杂了很多道德因素 比如拿钱 这科技就不管了 我就直接给你发证 这就有问题了 而且能把这个钱没有监督的情况下 很多用于私人的用途 我们西方多演 你稍微有一点 给你们家随便发一点东西 报销个水费 你可能都会因此下台 我们这没有监督 而且它这是长期的形成的一种 就是遵法守法 然后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在那 比如说 因为我曾经比如说在这边做了 为什么杂志 或者为什么做了事情了 我要报销 是拿一个什么收据 然后在美国是报销 给美国的大学 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报销 然后这边人就会说 觉得很奇怪 怎么你就什么手签的字 这种收据也可以 它能信你吗 就是首先这边 我们的一个先入为主 就是这肯定是假的 掺水的怎么可能 可是美国的机构 它真的就信 而且很普通 它相信你这个人 有这个基本的诚信 你不会拿一个假 而我们这你看 所有的大地铁站门口 都有卖假收据的 乘包乘包买 我觉得这简直已经叫造假 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我现在算明白 美国人为什么 那么重视诚实 说海关进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说没有 行 那就信你没有 就诚实 我就觉得 现在咱们这个 你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你比如说 我在中国社会里 我就觉得 不管是吃饭 还是跟服务业打交道 好像 我已经习惯交学费 这个概念了 第一次你得吃个亏 这是可以理解的 给人蒙一道 天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就是你 就是他肯定会蒙你的 你比如说 在这说干什么的 不像干什么的 你说保姆 你就说 他那个中介机构 收一个保姆的假身份证 收了钱 就把保姆 弄你家里去了 结果呢 过几天 你孩子没了 结果就在 好像在重庆 在哪发生的事 好像给你发信息 保姆给你发信息 说你孩子在我手里的 往两个银行卡上 给我打钱 那对父母 我发现也真可以的 横是不打钱 说反正 我孩子没好聊 我就是不给你钱 不给你钱 你俩开始折磨 发短信 你不给钱 是吧 我找人打你孩子了 你听见你孩子 他惨叫了 最后给递了 然后我最近发现 一大堆保姆的事 还有一个说是 一个哪 就一家里一保姆 你保姆 你本来是看孩子的吧 后来有一天呢 这主人 女主人上班 有个朋友 跟他打电话 他你快到那桥头看看去吧 我怎么觉得 有一人在那要饭的孩子 怎么那么像你家孩子呢 他登登登 去了之后 发现 没人了 匆忙赶回家 发现保姆在家里呢 孩子也好好的 脸上还有水济未干的样子 好像刚洗了 但是他存了疑心了 第二天就到那等着 就发现他这保姆 把他这孩子抱出来 脸上抓一把泥 这保姆倒不偷他们家的 拿完他们家孩子要饭去 要钱 等于是第二收入 在他们家挣一公钱 对 再出地要饭再挣一份 气疯了 就说怎么这么干呢 我倒是这保姆 我倒是觉得 保姆肯定也不是都是这样的 都是坏 因为不是说我个人的经验 广大保姆还是好 广大保姆还是好 就我们家就是一个 安徽的小保姆 自从我回来 三年多 一直都挺好的 非常本分 很诚实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肯定属于那种好保姆 但是他跟我讲过 不好的保姆的故事 比如他们都一块租房子 一个院里住着 本来他说 就是一些东北的保姆 本来来北京是当保姆的 结果后来发现 这钱来的太慢了 所以最后他就发现 那院子的那些 本来保姆的年纪 下岗女工甚至什么 都变成妓女了 就全拉条客去了 而且甚至还有更过分的 就说这些原来的女工的 老公也好 还是什么男朋友也好 变成给他们拉皮条的了 就到外边去拉一些什么客人 然后自己就回避了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儿挣钱了 现在当保姆坐机啊 不用出家门 你知道吗 那南京保姆你要带同床的 工资加一倍 这是现在有同床保姆 陪主人睡觉的 他那个是指老年人 老年人 你没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老年人 老年人他有这种需要 你说现在有些孩子也很坏 不孝顺 老人家想再婚 他们就担心 这个遗产怎么办 很复杂吗 不是 不想让人再娶 但是也考虑老头 他有这个需要 德 我给你找一保姆 贵点的 他陪你睡觉 还帮你做家务 一个月八百块钱 主要是礼崩越坏以后 大家认为道德崩 道德在金钱面前是不值钱的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心态 道德的崩溃 我们觉得 我现在倒是认为 底层的崩溃还不是最可怕 可怕是上层的崩溃 你比如像郑小鱼这样的事 它的示范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别人想想 我卖个银算什么 他这么大官 他什么事都干 他六百多万 咱觉得不太多 因死而死 不太值 但是很多人说 我一辈子也挣不了六百多万 他都这么想 我就是说这种上梁不挣下梁 包括我们那时候说 这么多恶搞 都好像很厉害的那种黑色幽默 但是实际上 有一句说法 恶搞其实是因为搞恶 民叫什么官不搞恶 民不恶搞 我觉得上下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郑小鱼 民分大 我觉得就跟这种普遍的风气 他觉得你看 这么高的职位的人都这样 我们这个还怎么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 尤其当你握有权力的时候 这是更可怕 所有人都看这权力在你手 对不对 咱也不是牙房组 咱三人是牙房组 咱哪知道 人能给咱一千万的 那不知道这事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也太容易给蒙了 太容易给欺骗了 好像在中国社会里有这个东西 就是过去讲有枪变成草头王什么的 现在是数块牌子就有人信 你比如说从最低的 明老中医致性病 我电眼杆那上贴一个 都有人找我来 你更甭说别的 咱仨人凑一块挂块牌子 我们就是什么什么委员会 全国的什么什么 对 你像押方组 它本身是个宣传 口腔卫生的一个组织 谁让你去 认证的 但是他就可以认证 那你这么说 中国人还是特别好骗了 还是特清晰 被骗了这么多回 他还就是认 问题现在不是好骗 不是说你在正确与错误中选择 你是在骗与骗骗骗骗中选择 你选哪个都是上当 我们家社会就这样 你去买东西 我反正不知道买什么 我真的 包括吃什么 也都是现在强忍着 你比如到餐馆 有人说 一天告诉我豆腐不能吃 粉条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其实有时候点菜的时候 也很痛苦 什么东西能吃 我不知道 这物极必反 还是跟以前那个时候 讲了很多特别空的一些道德教条 很多年把那个 人性比较自然的追求物质 追求什么 这些财富的欲望 压制太久了 然后一个反弹 到现在我们反而变成最 最讲钱弄的 就是美国人 按说应该是一种 极度资本主义国家 经常我听到他们说 真没想到这中国人 他们因为一想中国 那传统中国还在后边 还觉得 这是古老中国 怎么中国人 现在这么实用 而且这么的功利 这么物质 简直不可想象 你说这话应该中国人 去说美国人的本来 而且你这么功利 这么物质 你并没有提供好的服务 你还是这种多快好省 还是多快好省的 在疯狂追求物欲 所以实际上 人家外国人到这来 经常感觉到的是 你这个服务细节 极其不靠谱 你最近不是弄什么论坛吗 我在环球时报上 看你外国人写的 说到中国人参加一个 什么高科技高层论坛 来了之后 找不见翻译 说来了之后 就找找找 他每个人都对我很好 但是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就说你坐下 但是谁也弄不清 为什么大会没有给配翻译 说翻译取消了 说只有商务中心的人 愿意帮助我 给了我一个 同声传译的耳机 他说但是我戴上耳机 那头没人说话 那头没有人 把中文给我翻成英文 你说他就觉得 你怎么这细节上面 声势搞得很大 宣传扑到全世界 实际上一点点小细节 你做不到 咱们去个广告 咱们去个 枪枪三人情广告之后见 你刚讲这个礼崩乐坏啊 我现在觉得他会造成一个根本的 就说这个人呢 没了本分 你比方说有些事 你可以评断评断 一个小保姆 我那天听说讹诈女主人 就是为什么讹诈呢 就给先不干了 然后回去说给我十二万 说你要不给我十二万呢 我告你丈夫一件事 什么事呢 有一个男人总在你丈夫离家之后到咱们楼底下 而且总是先给你打了电话 他才进咱们门 你跟那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你说这么有心机的一个小保姆 他这怎么 这就都无算是 我碰见我朋友保姆敲账 他比这个厉害 他是他们家的铁皮柜子里 十万美金少了一万 因为少了一万是能知道的 然后家里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家里只有老爷子和小保姆 小保姆十几岁 世童孙女 然后后来他就说怎么办 我说你没别的 就直接单刀直入去问 然后还设计了各种方案 拖了两天 然后来问女孩说 那柜子里钱你拿了没有 女孩一秒钟就成了 我拿了 我拿了 所以这两个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因为以为他要抵抗 不抵抗 我拿了 拿了干嘛 我换人民币了 说现在换人民币不能到黑市换 得到银行换 你在哪换呢 说在中国银行换呢 就把他换成钱了 钱给我哥了 你哥拿去干嘛 盖房子了 说这钱就没了 真不拿资格当卖人 后来俩人又怂了 又在家里又说 这怎么办呢 我说这没不着报案 对吧 你没办法 你弄不了他 报案以后 就说还怕吓着他 就跟他商量 就说你看 说这事的 我们得带你上一趟派出所 说东城分局 他比你还真净 后来他们说 这孩子怎么这样 就给弄派出所去了 结果他忙了 这女的就走了 把他丈夫就留在派出所 跟这女孩不报案 他上所没多远 他丈夫打一电话 说现在情况有点不好 说警察开始限制我的自由了 所以一进 也要这女孩先报案 一进 他一分开 问 女孩说 他跟我睡觉 他给我的钱 女孩不满16岁 他还要负刑事责任 这人就走不了了 天哪 他又往回跑 说这怎么回事 赶紧去弄 又找人赶紧问 而且是真的 对 就不是罗诈 这来小邦谱 这一出个量 对 完了以后 他说我还有证据 什么证据 我这有一裤衩 哎呦 我跟那个 拿着气的 就不行 然后 但是他不知道这种事 你到公安局 他就往细节去问 他说你就说不清楚了 你编的事是说不清楚 这事是编的 对 说不清楚 但是他不知道 前面每一步都超乎他们的想象 最后这事是小邦谱编的 他为什么勇于承认干什么 他都是知道了最后一步棋 他底下有人交代 当你说到这份书 你就解脱了 但是他不知道 这后的没那么容易解脱了 不是说你说他跟你睡觉 他就跟你睡觉了 你藏几个裤衩 你就认为这事就可以了 这都是不可以的 结果一查 没有这事 完全是误告 后来当然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他们家老爷子没有手机 通知说你们家老爷子有手机 电话费很高 他们说不可能就把电话挂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了 当然有的时候雇主也有问题 前两天有个外国保姆 杨保姆 说雇主打他 虐待他 还禁锢他 然后把衣服和床单 结成个绳子从五楼下来 结果这件衣服扯裂了 啪 给摔了一身